我们今天是跟聚派的主题是 不要为明天忧虑 这句话是从马太福音第六章出来的 所以请大家跟我一起开 圣经到马太福音第六章 在新约圣经第八页 新约圣经第八页 二十四节开始 就在看这件事情 第六章二十四节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不是够这个爱那个 就是重这个亲那个 你们不能又侍奉上帝 又侍奉马门 马门在加勒底文就是钱财的意思 所以耶稣是说 你们不能侍奉上帝 又侍奉钱财 意思是说你们不能 第一是说你们没有办法 你们做不大 你们没有办法同时侍奉两个主 你们一定会有亲众之地 二十五节 所以 正所以两个字等 表达了耶稣想要告诉我们的 因为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所以我就下这个节目 告诉你们 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 为身体忧虑穿什么 身体不胜于饮食吗 身体不胜于衣裳吗 你们看到天上的飞鸟也不重也不收也不继续在昌明 你们的天父上全养活他 你们比飞鸟会重得多吗 我们不知道在这个地方心里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困惑 在这里教导的信心的功课 好像跟我们的现实生活好像有一点不太一致 因为耶稣说 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重也不收也不继续在昌明 你们的天父上全养活他 你们比飞鸟飞重得多吗 难道我们不需要努力工作吗 难道我们不需要未来未与筹谋吗 在真言 可能你不一定要换到那个地方 因为等一下我们要回到马拉福音第六章 但是在真言 上帝这样子说 在真言 那边的东西说 陈过人 你去查看马蚁的动作 就可得自慧 马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 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 在收割时去炼粮食 朗人嘛 你要睡到几时呢 你何时睡醒呢 在真言上帝却要 我们去查看蚂蚁 学习生命的智慧 蚂蚁在夏天就会开始预备粮食 冬天 他就不用担心 没有食物吃 所以 我们到底是要努力工作 未雨绸磨 还是我们要像 马太福音 耶稣说的 你们看那天上的黑鸟也不重 也不收 也不继续在苍蚁 你们的天不善解养过他 耶稣说 二十八节 何以为异常忧虑呢 你想也一体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 他也不凹土也不仿现 耶稣用天空的肥鸟 用地上的野花 他教导我们 什么都不用做 便不被抗互 所以到底我们要 勤奋工作 预备未来 还是要 信靠上帝 由他供应 请大家看一下 这段经文 耶稣是对谁说的 三十节 马大福音第六章三十节 你们这小信的人啊 耶稣是对小信的人说的 谁是小信的人 我昨天晚上 突然之间 那我们这里有一个想法 什么是小信的人 小信的人就是有信仰 但是缺乏信心的人 有信仰 但是缺乏信心的人 所以 在真言 耶稣是教导我们 在这场生活当中 我们要努力 引起未来预备 但是在那些 有信仰却没有信心的人 耶稣在这里 要教导我们 全心依靠 所以 耶稣用飞鸟 用野花 是在教导我们 他们完全依靠上帝 所以 一个有信仰的人 应当是怎样的人吗 所以耶稣在这里 叫好了我们 生命的优先顺序的功课 由先顺序 由先顺序 六章 三十三节 这也是解决 我们忧虑的方法 六章三十三节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 和他的地 这些东西都要讲给你们了 耶稣教导我们生命的功课 优先顺序 将上帝的火 和上帝的力 排在第一位 当我们 套着这样子的信仰的 信心的态度 其他的 上帝会加力量给我们 会帮助我们 先走人生的路 我想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个经验 在前几天 当我在教导几位 失智症的老人家 把地盘文球 我就告诉他们 这个地盘文球就这样 白球是母球 那么 大队人呢 分红球跟蓝色的球 分两队 白球是母球 那我就告诉他们 这个白球 就是代表上帝 你拿的是红球 或者是蓝色的球 代表的就是你自己 所以 我告诉他们 你们最重要的事情是 要尽量靠近白色的人球 也就是尽量靠近上帝 我就给了他们一个经文 我就告诉他们 真言第三章 五节六节说 你要专心 仰拜耶和华 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正病他 他并指引你的路 这几位老人家 就在那边 丢球 我来到最后 赢球的 那一位老阿嬷 当比赛结束之后 他就走到我的面前 他就走到我的面前 对我说 心最重要 我有听见你的话 所以当我在挑球的时候 我就一直告诉我自己 我要靠近别乐观 我要靠近上帝 感谢上帝 当我跟他这样子说 我内心非常的惊讶 他听进了我的话 当他在丢球的时候 他专心仰赖耶和华 人生优先顺序放对了 其实人生就轻松很多 因为你很清楚知道 你的这个方向是什么 可是人生的优先顺序放错了 我们就会有许多不必要的烦恼 疑惑 彷徨 我们就会有许多的忧虑 所以耶稣说 不要为明天忧虑 耶稣说 你们不要忧虑 白师母在山边宝训第九十九页 为耶稣的这一篇讲道 做了这样子的一个结论 他这样子说 耶稣并不是叫我们不必努力 乃是叫我们在凡事上 把他当作最先最后 而且是最好的 这就是 人生优先秩序 天上帝 是否我们 都有这样的信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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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